有分 我這邊把它分成四個 第一個是改寫 改寫 好險這樣子 我一個一個講 改寫 這個圖其實 講義上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 從講義上去寫 我只是覺得自己還是要寫一個 不然我有時候講一講會覺得怪怪 好大家看第一個改寫 是十一條第三項的規定 然後十一條的一項跟二項 我們上次其實都已經 講過他第三項 這邊帶大家看一下條文 條文下面有 他第三項 寫了一個說 票據上的記載除了禁二以外 得憂冤記載人於 交付錢改寫之 但應於改寫處簽名 請大家幫我把交付錢給圈起來 就是畫起來 然後 然後 於改寫處簽名也把它畫起來 票據法規定有時候就是 違言大意 他這樣子 這句話其實如果純粹看他到底想表達什麼 其實有一點看不懂 不過從整個體系或者是從 他有時候 有點像反面解釋來看就會得到不同的答案 比如說我們現在 就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 我剛才請大家畫的交付錢 所以變成 他的改寫裡面的 他說 你看條文說 得於交付錢改寫之 所以他說可以改寫 但是你要再交付錢 所以會衍生出一個 衍生出一個問題 我這邊要先拿出來講 他竟然是交付錢 那如果是交付後呢 還是改寫嗎 這其實有一個問題 交付後到底算不算改寫 不過 應該說大家 通說啦 就認為說其實交付後 就是所謂的變造 這個就是交付後 那我們就先 先這樣子去定義 因為從法條上 來解釋 說法條說交付錢的 才可以改寫 那 我先拉出來說交付後的 其實我們原則上 都把它歸類在變造 那變造後面會再講 然後 第二個是 說 他有寫說 除金額外 對不對 所以除金額外 先看下面這個 金額以外的話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才可以 這個改寫才是有效 以我們的法條上來看 他有三個要件嘛 第一個是 原記載人 第二個是 交付以前 然後第三個是 他簽名 字寫比較醜 講義上都有 這件是法條上的要件 所以符合這三個要件之外 你在 交付以前是可以去動你的票據上的 記載的內容 但是 法條是寫到這邊的 所以導過來講 我們要處理的一個問題是 金額能不能改寫 不行嘛 對不對 他看起來 金錢以外才可以 所以金額不能改寫 所以我們 結論出來 就是從反面解釋的結論出來說 如果 去改寫金額 無效 是根本連 你這個改寫 都會 不是說 應該是應該是說 他不能 產生這個改寫的 改寫的效率 那這樣票到底會不會無效 其實 票據依法條這樣看 還是有效 不過 我覺得這個票據到底有沒有效 這問題其實沒有探討的必要 因為今天大家想一下 你先收他一張票據 你是指票人喔 他正要交付給你 因為交付錢才能改寫 他正交付給你然後正反正寫100萬 寫錯了 100塊 然後他跟你說 改寫無效嗎 這樣票值100萬 你敢收嗎 你敢用100萬的價值 收這張票據嗎 絕對不敢 所以導過來 導過來講說 其實我覺得票據有效無效已經不是重點 而是你用這種方式改寫的話 這張票 就算法律上有效 事實上他其實是沒有經濟價值 然後 如果這樣子想 大家再導過來想 金錢以外的改寫 一樣 一張票 金錢100萬OK了 但是他可能本來 假設 到期 我想一下 到期日好了 本來寫說是 5月1號 然後把它劃掉說不要啦 到6月1號 然後 交付錢改寫 交付後你先是 等於是受款人 就第一個拿到票據了 他這樣交給你的時候 這樣票你會收嗎 原則上 如果人都在現場 我會跟他講什麼 你重開一張 你重開一張不就好了 你把這樣碎掉還是撕掉 你重開一張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 改寫其實 完全沒有意義 因為他 已經把它鎖在交付錢 那交付錢的話 都 都可以 都其實交付錢的話 你再重新開心的 再交付就好了嘛 所以我反而覺得 這個才有意義 因為這個 已經交付後 交付後 變態已經在外面流通 如果你去動了上面的東西 到底會產生 什麼效果 所以 也可以先跟大家預告 大家看交付後 其實如果你真的變裡面的內容 都是可以 都可以變裡面的內容 但是就是 要付的權利 一無會 會不一樣 那怎麼去 怎麼去劃分 誰要付 怎麼樣的責任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 改寫還蠻無聊 考試也很少考改寫 但選擇題很愛 非常愛考改寫 因為 它是法條有明文規定 而且規定得很清楚 你可以從 法條的直接解釋 或者是反面解釋 去得出 金額跟金額以外 是區分開來的 大家當然要小心 就是這個要簽名 旁邊簽名 要交付錢來 原記載的人當然是廢話 因為交付錢 除了原記載的人 還有誰回去 寫到上面的內容 然後這裡面我覺得有另外一個點 就是實務上法官常常這樣想 就是 因為十一條第三項寫了一個你要在那邊簽名 所以常常 之後就有人討論說 如果你 加了一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上去的時候 到底需不需要簽名 就變成好像會 實務上有一個想法是說 法條上有這樣寫 所以 我比如說我在 哪邊記載了一個什麼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我要簽名 代表說這是我記載的 還是怎麼樣 這其實後面都會遇到 然後 就 至少每次在討論的時候 都有一派會認為說 你在上面寫什麼東西 你就在旁邊簽名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變照不用簽名 第一個是 其實法條本來沒有設計到變照 變照後來會變 變很複雜 應該說太陽很多 法條本來沒有寫那麼清楚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變照其實有一點點就是接近於像 犯罪 對 那你既然都要犯罪了 你還簽名 留下一個證據跟人家講 我是罪犯 所以不太可能 改寫他本來的用意就是 就是希望說 你自己 不小心寫錯什麼東西 你還在交付之前 還來得及去 還來得及去改 對不過我在重申一次 其實動作是沒有意義的 在實務上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直接 要一張新的 就好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 第二個是偽造 偽造 偽造上次其實有稍微講過 不過這次我還是 還是提一下 有這邊有分三個 偽造我們分三個點 第一個是說 那個 被偽造的人 第2個是偽造的人 第3個是其他的人 其他人 我這邊先解其他 因為講義上有 就是說 在這張 被偽造出來的票據上 有其他的背書 還是其他票據行為的人 好 那 第一個是被偽造的人 被偽造的人 其實我們 上次講過嘛 就是基於 票據的文藝性 實務見解都直接說 基於票據的文藝性 那他沒有在上面 他沒有在 上面簽名 那就不用負責 但其實 我覺得 我們從更法律一點角度 不要直接跳到文藝性 就想要得到結論 大家可以直接來看講義 我已經把它劈上去 就是 簽名 是他人所偽造 所以對他來講 他這個被偽造的人 沒有在上面為任何的票據意思表示 把那個 為為任何票據意思表示把它劃起來 所以無需負責 那白話的人來講就是說 他根本沒有為任何法律行為 其實考試的時候要快 而且就是 要拿到分數要快就直接寫第五條票據文藝性 那如果來得及的話 你再跟老師強調一下 我們回到 民法最根本就是 我根本沒有為任何法律行為 為什麼會要我負責 票據文藝性是在票據法上可以寫 而且我建議大家還在寫票據文藝性 因為 通常那個整點 至少一分兩分